Hello大家好,我是星巴 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们来到了一家平常应该不会来的店 非常的合理,来一家不会来的店 是什么店呢? 奇亚 我们来奇亚拍什么车呢? 就是奇亚的EV5 这辆车是整个奇亚集团在2023年重点发业的车型 我们先讲一下外观吧 等会儿我问他们拿钥匙来讲一下这个车型 因为里面在放歌啊 所以也太吵了 我们就在外面来跟他聊一聊 首先它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是那种水泥灰 那边也有其他颜色 比如说有蓝色 那边有我们的50 这都不是重点 整个车型是针对于整个韩国车来说 一个巨大的革新 而且这个车型 我觉得它是蛮有说头的 如果你对这个车不了解 这个车一共有两个续航版本 一个是530 一个是720 它续航还挺强的 是720公里的版本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的电池组 要重点说一下 这个车电池组是用的福迪的 也就是比亚迪的磷酸铁锂电池 然后是夜冷的 然后这个车型整个尺寸也是比较大的 是4615乘1875乘1715 整个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能够感受出来吧 这个是旁边的施波唾技 你可以感受出来 这个车还是比较大的 那作为电动车来说 明显那个是低配啊 低配是没有行李架的 那高配是有心李架的 但轮辜方式都是一样的 这个车型是全系22560R18的轮胎啊 整个轮胎也是比较大的 整个造型也是他们认为的这种 车技化这么一个设计吧 然后这个车型的快充跟慢充 都是在右前方啊 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现在是在充电 这个车型起售价是149800 我问了一下 他们现在是没有优惠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车型 为什么慢慢来拍呢 这个车型根据奇亚传统 我是觉得你现在了解一下 这个车到时候万一它降价的话 对吧万一冷梦好车呢 对吧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奇亚嘛 毕竟149800是现在的售价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车型是160千瓦的前电机啊 前把复迅后五连杆 整个底盘的结构还是比较优秀的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官方的文稿啊 他们针对于电动车的动态方面的优化 其实做了很多 整个外观造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幻的 我觉得用科幻来撕形容也挺符合的吧 因为国内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你看了这么多的车型以后 你会发现每个国家的人设计车型 他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 中国人设计出来的车跟美国人设计出来的车 跟韩国人设计出来的车 其实都有明显的区别 这个还蛮有意思 这个世界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那整个车的外观设计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满分十分你们可以给几分呢 然后另外一个是 重点要讲一下 它的配置啊 其实真的非常的像传统的车型 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配置在一些舒适性的配置上面来划分高配跟低配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现在国内厂商基本上入门机满配 纯粹是通过续航方面或者说动力方面去划分 或者说通过自驾方面去划分 它基本上很少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应该是他们的顶配版本啊 顶配版本是带一套mobile air的自驾系统的 支持L2的 L2甲板应该是mobile air的Q4啊 整体的自驾水平应该也是国内这个价位里面能买到的算还不错的这么个水平 当然你说它如果到顶配20多还是mobile air的 那我觉得 毕竟这个级别已经有一些上orlin对吧 上orlin加速机光雷达了 那另说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的车机啊 车机包括车机芯片 它都是自己言的 然后芯片是英伟达的 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它的内饰吧 OK 这就是它的内饰 我们到里面来讲吧 我们把它的地毯放好 OK 到里面来讲 第一个 这个版本应该在展示厅里面的 应该是高配啊 这不是高配啊 这个车型的有一点是挺有意思的 它只有在530的顶配版本才有皮革的方向盘啊 这个下面都是糖素材质的 但是实际上它的糖素做的比我的50好 但是总归还是糖素的并不是那个真皮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能看到吗 它跟中国的厂家做法区别就在于它用了很多这种类似于软的糖素材质 然后做出了这种各种造型 它并不是用那种皮革去做的 国内厂家基本上都用皮革 它是用类似于糖素材质 然后做出了不同的纹理 然后不同的软硬来区别 它蛮有区别的 但是当然肯定皮革更好 我是这么认为的 塑料嘛 总归是塑料 我是个人这么觉得的 然后这个车型还有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是在于它整体的内装的设计跟国内厂商还是有巨大的区别 你们看这个期节目 我觉得更多的是分享他们游行在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这个EV键 这个EV 包括这个换挡 它在这个位置 P挡也在这个位置 很神奇吧 你没有见过塑料产架是这样子的吧 就是韩国人设计的车 然后包括模式选择按钮在这里 就是不同的解答方式 你喜不喜欢另说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做节目里面 我觉得来看看不同厂家 不同的设计逻辑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比千偏一律的一种设计要好得多 包括这个空调出风口 空调出风口 它是分了两边 一边是在上面 一边是在下面 两边都可以出风 然后这边是后备箱开关 包括插电口开关 包括自动驻车 包括防滑 都在这边开启 然后这个车型 我觉得有一点 是我希望国内厂家 能够学习一下的 风调调节 这个蛮好的 是这种转轮形式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上面应该是触控按键 这个我就不喜欢了 是触控的 我不是很理解 下面用了很多实体的 包括这些风调的风量调节 温度调节 都是这样子拨干的 这个我蛮喜欢的 实体按键 然后另外一边是这边 这边有个小的挂钩 然后有三公斤可以挂 可以挂奶茶 然后另外是这边 很有意思在这一点 就是这个Type-C的接口 它是有不同的选择模式 一种是纯充电 一种是科技价充电 你可以自己通过 这个按钮来选择 然后旁边这个Type-C 就是纯粹充电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 12V 180W的 点烟口 没想到吧 这边是个点烟口 这个我觉得设计很有意思 不过我们国内有一些充电口 不知道能不能插进去 包括小米的那种 我不知道 但这个设计 我觉得比那种裸露的 一提心要强很多 就是它有很多 这些细节上面的设计 我觉得很有意思 包括这个 能看到吗 这边是两个杯架 但是如果说你不放东西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拿掉 下面也是带防滑的 它这块东西是给你可以拿掉的 你不需要杯架 你就在这边 给你留一个很大的空间 然后你需要杯架 把这个放下去 然后这边有个按钮 它就是一个杯架 这种细节上面 机械上面的设计 我觉得很像以前的老的日本车 我觉得我蛮喜欢这种设计的 这种机械方面的小巧思吧 我觉得它蛮有意思的 包括这边是停车的摄像头 这个车是有行波一体的 然后包括这边 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然后你可以放手机 但它没有无线充电 然后这边有一个钥匙的感应区 再后来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是最有意思的 确实很有意思 中间你是全通的 这个车型是带一个中部的气囊 这个地方是还有一个气囊的 在哪个位置弹开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地方配置里面是有气囊的 这个车气囊还是很足的 基本上所有气囊 侧气囊侧气帘都是有的 然后你看这个头枕的设计 是吧 跟国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后面给你挂衣服 这个皮革触感 包括这个布衣的材质 我觉得都做得不错 都做得不错 这座位也是 其实这个车我觉得 你不一定要买 但是你可以来看看 包括这些啊 用那个糖素材质做大面积的这种 通过线条去区分 它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 非常特别 至少国内很少有产下这么干 上次让我看到这么多设计的点滴 我觉得可能是几个X 然后再到上面来 这边的材质也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啊 它基本上都是糖素材质 只是不同的糖素 做出不同的风格 做出不同的纹路 包括这个车型 前面这个应该是喇叭部分的 这车型一共是六个喇叭 这边也是喇叭 然后我们把前排调到正确的驾驶坐姿啊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后排 这个车型的整体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真的这个车型 我觉得如果是 作为我们媒体来看车的话 我觉得是少有的 让我眼前一亮 有东西可以讲的 OK 我们来后排啊 这车型后排座椅可以全屏啊 全屏 我们刚刚已经放倒了 你看全屏 这个还是要鼓励一下的 我希望国内厂商也能做到全屏 这车是带电尾门的 这个我觉得真的要鼓励一下 就是完全的全屏放倒以后 而且有很多的在设计上面的小巧思 我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是在后排的位置 它这边是有储物槽的 就是你有一些 比如说短小的东西可以放在这边 比如说一些小的雨伞之类的 然后这边有挂钩啊 这挂钩是可以移动的 你可以在这一排里面都可以随便放 甚至你后期还能自己买 这个我觉得这些设计上面的 因为它也不占空间嘛 但是这种挂钩其实蛮好的 我可以多几个 我可以自己拉个线拉个网都可以 包括在旁边啊 这边也有带一个储物槽 包括这个地方能看到吗 它这边有个250V10A的一个标准插口 这点我也觉得很好 在车后备箱就有啊 你有时候出去玩 你家里面的充电的东西 你可以先放在后面 放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充电 真的很好 然后整个后备箱能看到吗 基本上两边都是这样子 包括下面还有啊 下面还有锁定的 这边也有锁定的 你可以自己去拉个东西啊 你网上可以有很多的配件 然后我们把整个拉开 下面还有一个巨大储物槽 这个车的空间表现 包括这些人机工程上面的那些小设计 我都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至少在国内我觉得 厂家里面可能太追求这种科技化了 这些实际的使用 我觉得你车里面其实是比较需要的 包括这边也是巨大的储物槽 巨大的储物槽 这个车的后备箱空间 包括后备箱表现 包括这些人机工程 我都觉得做得很好 我们就是放开眼来看 我觉得这个车的后备箱的设计 包括整体的后备箱的实用性设计 我都觉得在这个级别里面 应该算是标杆的 反正我没见过 做得比它更好的 而且整个空间利用率 你看到这 整个后备箱是比较方正的 非常长的 我觉得这边睡两个一米八的人 应该没有问题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后备箱 开口也非常大 基本上开到边 就是这个车还是蛮意外的 让我自己感受 觉得哇靠 而且你看到它后备箱 并没有说要去做那些 扰流啊 就是说牺牲的内部空间 它没有 它基本上还是比较方正的 那SUV还是实用性为主 我们把它拉起来 这个它是有一个让位啊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吧 它这个座位是可以让位的 通过这个拨杆 大家还记得哪个车型有吗 就是之前我们拍的 BX6也有这个设计 我觉得很好啊 非常好 整个后背也是非常的躺平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空间表现 后拍的 那这个后拍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是我正常驾驶坐姿 然后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出风口啊 必须做出风口 以前的车型 特别高端车型经常用 OK我们看一下 一拳两拳三拳 还要零一点点 三拳零一点点吧 三拳零一点点 然后后面有一个Type-C 在靠背上 这个很特别啊 我很少见到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Type-C的 方便性很方便 你在这边玩手机 非常方便 然后后面带一个报纸夹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标准的 跟他们前排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后排有意思的地方 这边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 前面是一个扶手架 然后呢这边 里面有个按钮啊 按一下 是个抽屉 虽然没有冰箱 但是它是个大抽屉 没想到吧 这个车有很多奇思妙想 包括这个后排 这后排 首先倾斜度很斜 是因为它可以调节啊 你可以调的不那么斜 也可以调正一点 我们就不再人试了 因为我要一边拍一边 拉针的太重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是三个标准头枕 然后中间带一个扶手 这个扶手没有线位 就是普通的扶手 也是皮革的 基本上就这么个水平 整个座位也是带SOFIX 标准拿到同座椅 都是有的 然后这个车型 也是带一个全景天双 然后是带中央帘的 基本上就这样子 这个车型 我觉得躺着还蛮舒服的 实话实说 虽然这个座位其貌不一样 但躺着还蛮舒服的 包括下面 你后背靠到的部分 这个部分都是打孔皮 你坐到的部分 里面这部分 不透气的地方 都是打孔皮的 都打孔皮 当然我们看这个是顶配 这个对低配 好像是没有这个皮座椅的 对低配应该是全部座椅 中配跟高配是皮座椅的 包括这个 你有见过长方形的吗 它是长方形的 OK 这就是关于奇亚的 EV5的点点滴滴吧 我们看看找机会 能不能去借一辆车出来 他们的试驾车 我们就不试了 能开两三分钟 也没什么感觉 对吧 我们看看能不能线下 通过其他途径去借一辆车来 我们去跑一个 我们的标准的试驾路线 来感受一下 他们花了精力去聊的 他们的动态 如果觉得我还剩不错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 评论转发 这都会对我们节目 特别大的帮助 我是星巴